余震不斷清明廉價 第二天中午花蓮近海 又發生規模五點四地震 從三號七點五十八分 到五號下午四點 累積地震多達五百二十三次 大家也擔心 為何規模五到六 顯著有感地震不斷發生 小區有感的余震 它陸陸續續還是在 在做一個能量的一個釋放 華東正不停 前地震中心主任郭凱文 卻認為梅山斷層更該注意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推測 初估週期大約一百七十年 但距離一九零六年 嘉義發生規模七點一強震 目前還沒到週期 不過錯動至今已經快一百二十年 專家提醒百年累積的能量 不容小覷 未來五十年 可能發生大地震的機率 高達百分之五十 梅山斷層 向西沿到那個新港 去年新港也一直在地震 高鐵經過那個新港 那個嘉義 應該稍微減速 減少那個出軌的這個風險 我估計大概是未來五年十年 就應該要動了 規模大概就七點一 關手開挖大面積成土飛揚 如今台九線下清水橋 以及丁線和人入斷依舊雙向阻斷 最快得要六號晚上才能搶通 台八線則是力拼十號前全線通車 不過接下來週六下一波封面又要接近 全台有雨 週日封面 更來到台灣上空 雨下更大 等於週末北部整天濕涼 溫度落在二十到二十七度 反觀中南部高溫上看三十三度 降雨恐怕延緩搜救速度 廉價想出遊的民眾也別忘了 多帶拔傘 記者楊潔 張祁鈺台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進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